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这里方说无自在呢 现在你看下面 看来下面就懂了 为有缩些烦恼种子进阶陷气 非理作义 因缘合合去神恼行 众不苦过失 赤足因缘 亦能生过 你可以说 他是有自在的 可是他那个自在本身 是什么原因 是由于我们现在懂得了佛法 由于他的无名说业 所以这个烦恼种子 因为秤是一种烦恼象 那个秤生气的原因 大家还记得吧 第一个是烦恼的睡眠种子 第二个 圣生这个烦恼的现行 这个境界限起 加上其他的非理作义 种种因缘合合起来 产生那个生恼性 他要这个伤害你的时候 他是对的 他自己要伤害你 没错 可以说足得了足 可是那个伤害那个心本身 确实是什么 确实这样的因缘生起来的 众不顾失 赤足因缘也能生故 就算他不是故意失 这个因缘本身是反而如是的 就是这样 若被因缘有数 确实 这故失令生 一定不生故 假定这个因缘不具作的话 就算他要失 他也生不起来 这个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地很明白 为了使得我们更清楚起见 我们播放自己在那想一想看 现在你坐在这里 无缘无故地叫你发一个脾气 你发得起来吧 我想没有人发得起来的 对不对 就是最会发脾气的人 就能住在这个地方的话 住得安安舒舒服服 或者人家当一杯茶跟你 你换一茶的 他也断一杯茶 你换一咖啡 当一杯咖啡 你要冷的 他跟你 你怎么要发那个称 就发不起来 这很明白 所以他一要发起来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因缘 是的 他那个称本身 也可以说 他可以做主 可是既然那个称的 现起本身是一个因缘的话 那他实际上 在这种状态当上 他 对对对就 是无苦奈何 无苦奈何 如是由诸因缘去审害 由此夫妻家行审害 由此家行审他苦苦 此破他切禄勺住在 以他也随烦恼之在 如烦恼母耳随转骨 那下面就说明了 那这样的情况 由于这个因缘 然后呢 发他生起这个称心 然后呢 损害别人 由于这个称心 损害别人的这个意乐 起家行 由于这个家行 而使得别人受苦 实际上呢 这个人本身呢 他是一点主宰就主宰不了 他自己还是随烦恼 他是烦恼的奴隶 就是这样 你仔细观察一下 对呀 所以 就是说他可以自在的 这个自在这地方 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人 我是自在的 拿印度当年的情况来说 应该怎么说 我是个主人 我可以自主得了主的 还有呢 我是一个奴隶 破人 那么这个主人告诉我就怎么做 那我正好去做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说的话 比如说 我是一个窥资手 到那个时候 官判了 说你要去对这个犯人刑罚 那对不起 我非得照着这个 官的命令去做 这个叫不自在 反过自在的话 我不是窥资手 我可以不接受外来的命令的 上面那个自在而做审害之一 实际上 虽然是你不是受外面的命令 可是你在什么 受里边的烦恼而死 既然受烦恼而死的话 你不是外面的命令 你的奴隶 你却是烦恼的奴隶 烦恼的奴隶 结果你还是做不了 好咯 这是第一个情况 清楚不清楚 那么下面呢 若他自在 若他自己全无自在 为余叔使作审害者 即不应称 而他自己啊 他自己根本没有自在的 是一个用人 是一个努力 教他怎么做 他就照着你怎么做 就像个机器一样 像一个汽车一样 你怎么轮子这么一拐 他就向那边 轮子这么一拐 他向那边 你然后呢 要问那个汽车 你怎么转向那边呢 这一点道理都没有 这汽车 他跟着自己 根本做不了 所以在这种状态当中 他假定他全没有自在的话 你对他来称 那更没道理啊 譬如有人为魔 俗使随魔自在 愈来见就饶意自在 反作生老心 罪一打等 必念愿此是魔死 自物主宰 故如是行 不少称此 任情利利 令你魔脑 下面举一个比喻 比如说有的人啊 被魔鬼啊 覆在身上 他被魔鬼覆在身上 然后呢 你去解救他 你是要解救他 他因为在魔鬼啊 属死 他反而来伤害你 那个时候你解救他 你会不会跟他发脾气啊 你不会 你会觉得 是吗 他是被魔疏伤 我正在救护他呀 所以啊 不管他怎么 我不会对这个啊 被魔死的这个神经病人啊 跟他两个人发脾气 不但不发脾气 而努力怎么 去解救他 换句话说 我们不妨换一个比喻 不要说魔吧 比如神经病人 那么我现在是医生 那个神经病人啊 看见那个医生啊 对那个医生 要打呀 怎么骂呀 那个医生会不会跟他 对骂对打 这很清楚 很明白 所以这个 你了解了这个的话 不管他这么骂你 怎么打你 那个医生还一心一意地想 我怎么样想 把他弄好 他绝对不会生起 一点诚心 因为你很清楚 很明白 了解 他这样的骂你打你 根本一点自在都没有 所以现在 这两方面 不管你看哪一个 你找不到一点点 发脾气的理由 如你观察思维 这么个好呀 就这么个好呀 如是菩萨建筑院家 做神老师 应如是事 是为烦恼 莫是无知 故如是行 不少称赐 菩萨皆露 须更发心 未于令其理烦恼 故 我应勤修 做菩萨行 像这样的 一观察 如是菩萨 我们现在先忍入 布鲁密度 是什么 菩萨行者 那个菩萨行者 一看到这件事情 看见那些 冤家来做 损害的时候 你只要拿着 上面这两个 方法去观察 的对确确 是为烦恼 磨死 他根本 你做不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了解了以后 对他 不会生起 一点点的 成心难 不但如此 还要想不法 帮忙他 离开这个烦恼 一点都没错 菩萨 解救一切众生 从哪里解去 就帮他 把烦恼拿掉 所以 你认得很清楚 现在碰见这种情况之下 你自己还在烦恼当中 惨 你谈什么呢 这巧妙啊 是这个本论的殊胜啊 换句话说 圆满佛法 圆满传承的佛法 告诉我们分析 这是第一层 你看 一层一层的渗入 你只要对这个理路 弄清楚的话 第一对确确 你会找不到 一点可成像 那么 那听 fishing 对 những 邀 我们 找不到 provider